妈 哎 凤霞回来了 妈 我们回来了 阿姨好 哎 好好 凤霞 这就是你说的小微 阿姨啊 听说您今天过生日 我呀 特意给您买了个蛋糕 小微 你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家来 你也知道是我的生日 啊 你就带这么点破东西 阿姨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 下次啊 我再买点别的 对啊 妈 你看 这都到饭点了 咱们先吃饭吧 行吧 那你们叫沙发那聊会天 我去给你们做饭 哎 这 哎 阿姨 我去给你帮忙 哎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闺女可是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 她可闻不了厨房的那个油烟味 没事 阿姨 以后大不了我来做饭就行 哼 这可差不多 哎 对了 我问你 我闺女那个彩礼 你打算怎么给啊 这个啊 我跟凤霞已经商量过了 结完婚呢 是一套房 一辆车 至于再给多少钱的彩礼啊 凤霞说了算 哦 我跟你说啊 我也不知道我闺女 她跟你说过没说过 我可是一儿一女 凤霞她还有个弟弟呢 这个呀 我有个打算 呃 凤霞的那个彩礼呢 我打算留给她弟弟 结婚用 阿姨 那我没有听错的话 您的意思是 一套房 一辆车 包括彩礼钱 钱给她弟弟吗 对呀 这有什么问题吗 啊 那我是 去凤霞呢 还是去她弟弟 哎 小微啊 咱们马上可就成一家人了 凤霞的弟弟也是你的弟弟 那可是你的亲小舅子 啊 你帮她一下又怎么了 您的意思啊 我也知道 可毕竟嘛 我们也没成为一家人吧 这也是第一次见面吧 哎 王小微 站住 王小微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你赶紧啊 跟我妈道歉 道歉是吧 我告诉你 老板老板 呃 不好意思老板 小秘书 怎么我去哪 你就到哪呢 这么着急忙慌的 道歉 哼 我给她道歉 刚才你妈说的话 有多过分 你不知道吗 好啊 你第一次来我家 就这个态度是不是 我看你这婚 这不感觉了吧 风霞 你妈刚才说那些 你拿到信用里面 一点数都没有吗 那不是因为我妈 没有把你当外人 才这样说的吗 什么叫不把我当外人 风霞 咱俩还没结婚呢 你妈就把咱俩的房子 车子 还有彩典钱 全部给她儿子了 这叫把我不当外人吗 王小微 你的意思都是我妈的错呗 我告诉你啊 你能处就处 不能处就滚 行 这可是你说的 哎 放开 对呀 对呀